今天我們來到這個Studio83 玩一個畫畫的體驗 其實我從小到大畫畫都不會特別漂亮 不過我之前上來覺得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教網體驗 城市人特別忙碌 可以兩個送給自己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身心表演方法 我們一起來吧 喂喂喂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們最新的資訊 我們這裡基本上是所有東西都完成了 畫些什麼是我們自己選擇 我們其實可以帶自己的照片過來 畫自己想要的 但是其實呢 我們也可以選一些自己想要的 喜歡的照片 來做這個畫畫的東西 讓我先選一張自己喜歡的照片 幾經辛苦 我選了這張照片 做我接下來畫的第二幅畫 其實之前呢 我已經畫了第一幅畫 是我之前都很教一幅一幅畫出來的 其實我以前也有夠大 其實也不是特別好 但我覺得畫到這幅畫出來 很足夠的 各位同學看我們畫畫 今次如何畫出來 來吧 來吧 作為一個畫畫的人 要穿一個外套 才能獻得專業的 好嗎 整件事馬上閉嘴了 然後就把這個畫畫拿到大一點點 來鎖上這個 一個兩個大卡 就這樣拿出來 好嗎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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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o 83 有不同的導師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時間鏡頭 去找不同的導師教你去畫不同的作品 我第一次去這個第一課教的導師 就是比較隨意的 他一開始教了我要上色什麼地方 有什麼技巧去做 然後也給了大量的空白時間 自己發揮 我開始也有點不太知道怎樣去畫 但是我最後都憑著流程 用自己的方式去畫 所以完成速度也頗快 最後他也鼓勵自己的方式也好 沒問題的 用自己的方式去發展自己的技能 我覺得是一個挺有趣的做法 今天來到 Studio 83 畫了一堂的油畫 其實都比想像中進度都很快 我們就下個星期 遇到下個星期的同樣時間和地點 來這裡畫不太有畫 那下期再見 大家再見 第二 喂 我們回到第二個星期 其實第二課會完成最後的畫作 其實上個星期都進度頗快 我都其實做了不少的 detail 上色的地方 可能今個星期 我們會再做多 做剩下的眉上色的地方 然後會再看看怎樣畫得更好 更細緻的情況 其實我蠻喜歡凹凹凹凹凹的感覺 可能會多些地方做了凹凹凹的感覺 那現在來到 我們先去拿筆 跟平時一樣 好 那經過三四堂的經驗 但每個人都可以盡量到 要拿些什麼筆的 可以拿六七枝 又粗又幼 和不同的顏色去使用 那讓我看看 那我猜我們拿一枝 看一會兒老師說 拿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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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些厚一點的 拿一枝 拿一枝再大 拿大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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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著 好 拿多一枝 拿著七枝 先嘗試 因為上課呢 也是比較 上飾的時候上得比較快 所以呢 有很多位置可以加点クター 這也是非常謹慌 至於第二位老師是完全不同的風格 她是一個女士 同時她教了很多方法 是非常細緻的 可能我本身已經完成了大半 我以為很快就會完成了 剩下一個作品 她需要六至八堂才會完成 但是很遺憾 也很不好意思 因為兩堂的時間 打算做短片的製作 所以希望這堂完成 所以做得很快 不過看得出她的教學方格 跟之前的老師是完全不一樣的 循循善有 一步一步來 同時就交得很細緻的 希望我們每一個學生 都可以從細節去學習 我個人覺得 你們每一個學生每一個同學 你們都要找到自己的喜愛方式 去做上課 畫畫 一開始可以多試一些不同的老師 然後找到自己的風格 自己的喜愛 然後跟隨我一兩個特定的老師上課 這樣會好一點 然後找到自己的角色 近看又好像不太特別 不過剛才老師有說過 換個角度看 試試走遠一點 走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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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一點去看 是不是感覺不同 很多次都是這樣 換個角度 有時候有些東西會順暗一些 我們人生都是這樣 好了就是這樣 記得留言 喜歡分享 拜拜 Studio 83 除了香港之外 台灣都有它的分點 也可以說是相對有規模的畫畫地方 我想的這個課堂 就叫做 Oil and Aquilic 1,600元 是4堂的 如果同學朋友 朋友 你們有興趣 你也可以用我們下面 Description box 裏面的一個 補目標 那你有一個優惠的Discount 可以去他們那裏 訂購的課堂